第七百二十八章 往昔惊细此郡中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这句话 本是极好的对美丽之物的形容 可在这一刻 在这形欲丝外的阳光下 却变得平凡起来 只有那一身素袍的丽人牵着梨窝的笑容 才是天地间最美之景 子玄 经不住笑了 俏脸在这笑容中微微发红 像是一朵盛开的牡丹 墓中深处呈现出一团温柔的火焰 深深地看了许清一眼后 向着前方款款走去 直至走出七八步 子玄忽然转身 凝望许清 许清 你学坏了 许清沉默 一时之间不知说些什么 看着许清这个样子 子玄如碧波般清澈的眼神 洋溢着温馨 嘴角渐渐出现弧度 四月牙般完美 其内蕴含的情绪赶走了所有的阴霾 让心境变得成名 这种心灵的变化 蔓延全身 使得清雅高华的气质 重新在子玄身上升起 那是一种让人在其面前 自残形会不敢亵渎的美丽 是冷静与灵动交融成的 一种灵魂的状态 让人无法不被灵魂牵引的魅力 也是许清记忆里的子玄上先 还愣在哪里干什么 许清的心跳 又突然地加速起来 本能地抬起脚步 默默地来到子玄的身边 在子玄的笑容中 二人走向郡都 不知是清风扑面 还是心境地起伏 子玄的青丝长发 在她优美的身段后飘动起来 随着前行 有那么几缕交织在了 许清的马尾上 一同摇晃 更是在这风中 子玄的轻柔之声 随之飘摇 许清 我不记得前世 即便是经历了之前的一幕 也没有多少记忆 所以我不知前世是玄幽谷黄之女 还是那盏灯的灯星 如果可以选择 我希望是后者 所以 将之前我们所看的一切 就这么定义吧 好吗 而我也能感应到 那盏灯 在距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的方向应该是 人族的黄都大狱 未来 我会将其取回 我帮你 举清的声音 低沉回荡 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 许清很忙碌 尽管有之前执见者的经历 也有七爷和姚侯等人相助 可风海郡太大 身为郡守需要做的事情又太多 许清需要学习的地方也有很多 于是这半个月里 许清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处理公务上 还有就是来自各方的汇报 此刻 在郡守府内 凤行公公主以及其带来的指示 刚刚汇报结束 告辞离去后 许清拿起茶杯 只喝下一口 就有执见者前来请示 思绿公公主觐见 许清整理了思绪 亲自走出迎接 午后的阳光下 思绿公公主带着一位女子 于执见者的引领 出现在了许清的墓中 如今的思绿公公主 是曾经思绿公的副公主 她是一个相貌寻常的老玉 性格刚毅 一丝不苟 许清曾经见过 但对其不熟悉 可在看到的一刻 她脑海还是忍不住 浮现出了曾经的那位思绿公公主 曾经的公主 与凤行公公主一同战死沙场 他们的尸骸被白萧卓制成傀儡 在经历了风海之变后 那两具傀儡的魂被释放出来 他们愿意以傀儡的状态 作为风海郡的底蕴 继续守护风海郡 许清心底感慨 神色肃然向着走来的思绿公公主一败 哪怕自身修为之事临藏 可身为郡守 这一败 对于思绿公公主来说 代表了足够的尊重 她看见后快走几步 同样一败 见过郡守 请 许清客气开口 当先走入大殿 坐下的一刻 她的身上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抹威严与从容 目有星光 自韵神威 这是身为郡守的尊贵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具备 而在许清身上 看不到太多刻意的成分 她坐在哪里 一切浑然天成 许清自然不是天生具备 之所以这般 是应济月大玉之行 带给许清的认知以及收获 与多个孕神接触的经历 很少有人能及 更不用说将他们解救之事 以及身为逆月殿之主 参与神子战 参与赤母之战 图过神的人 又岂能不惧从容 思绿宫公主心中也在吃惊 这是半个月中 她第一次单独面见许清 原本心中多少存在一些变化 可如今看到许清的平静 她若有所思 将一切思绪都压下 陈生会报关于思绿宫的工作 许清听得很认真 直至许久 思绿宫公主汇报结束 许清对于思绿宫的了解 也更为透彻 郡守 接下来关于心境名单 请审阅 思绿宫公主说完 看了眼身边的女子 这女子 正是姚云慧 她如今已是思绿宫的执事 更深得公主重用 所以这一次随同对方来此拜见郡守 全城她都很是紧张更有复杂 一方面是因她与许清不陌生 甚至许清来到丰海郡都的第一个矛盾 就是由她引起 而事事难料 她做梦也无法想到丰海郡后续的事情 进食的许清这里 亦飞冲天 到了她仰望的程度 同时 对于许清这里的复杂 她也是心底无限波澜 实在是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 每次想到许清时 心底都会忍不住多想想她的好 这些年 早已根深蒂固 此刻听到公主的话语后 姚云慧深吸口气 努力压下心底的波动 恭敬的上前 将一枚玉剪双手递给许清 许清抬头 木帮落在姚云慧身上 今天的姚云慧 明显在妆容上有过准备 一流尽力的黑发飞铺般飘洒下来 弯弯的柳眉 绣挺的琼鼻 粉塞微微泛红 滴水樱桃般的阴唇 无不透出诱惑 如花般的瓜子脸晶莹如玉 嫩滑的雪鸡如冰似雪 偏偏她神情严肃 一身代表了严肃与公正的思绿 公黑白双色道袍 更添几分庄重 但也是如此 反差感就越大 道袍在她的身上 因其身姿的难掩 竟有了一些禁忌之美 可许清不为所动 抬手接过欲解 神势扫过 查看起来 姚云慧心底更复杂了 看着眼前的许清 她的脑子有些乱 她的心思 许清不懂 她此刻关注的是这预解名单 此名单里面是这几年加入思绿宫的修士 每个月固定三十人 来自各方宗门 也有一些是思绿宫培养 风海郡的三宫 在征召上具备自主权 但最终还是要给郡守过目 扫了一圈后 许清正要放下 但很快她心底轻移一生 注意到一年前有一个月份 加入思绿宫的不是三十人 而是二十九 尤其是里面还有一个许清熟悉的名字 丁雪 去年七月 少了一人 许清抬头看向姚云慧 姚云慧文言连忙收起心底的复杂 回忆一番 想起了原由 记起里面有七雪童的人 所以对许清问询的原因有所明白 知识想起少人之事 她神色不由古怪 低声开口 俊守大人 去年七月原本也是三十人 其中有一人叫赵忠恒 此人原本也可通过 但她为了与一个叫做丁雪的女修同处一个部分 公然行贿主管 未遂 此事被纳的丁雪举报 进而赵忠恒被取消资格 如今还在考核棋 许清摇头 她之前看到丁雪的名字时 就想起了赵忠恒 此刻听到原因 竟然是被丁雪举报 许清对于赵忠恒满是同情 但这种事 她自然不会干涉 于是将预见地回姚云慧 又与四绿公公主交谈一番 一住相后 四绿公公主起身离去 许清亲自送出 在大殿外 跟随在四绿公公主身边的姚云慧 走远之后忍不住回头 看了眼大殿的方向 许清修长的身影 站在哪里 与青天相应 于她目中 化作永恒 之后的日子 许清的工作总算少了一些 她也终于有时间与故人叙旧 第一个去见的 正是张三 以郡都的热闹和繁华 具备生意头脑的张三 自然不会不来 这几年她借助七雪同口岸的收益 在这郡都也都开了几家非洲店 七雪同的非洲 早已改良 分成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自家弟子修行使用 另一个则是卖给外人 作为法器 英七爷和许清的身份 七雪同的非洲在郡都 以及其他州的销量很可观 所以这郡都的店铺 也都火爆 对于许清的到来 张三极为兴奋 可难免拘谨 迎着许清去了后院 直至一番续旧之后 张三的拘谨才缓了一些 可却无法消散 实在是这大半个月 她做梦都会笑醒 当年的投资 早已不知暴涨了多少 郡 许清师兄 前几天队长也来了 后面又走了 还带着一个大美女 张三搓着手 第一声开口 许清笑了笑 这段时间队长不见踪影 她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到 对方必定和李师逃在一起 想来是很愉悦的 而看到张三的样子 许清索性如当年班蹲在对方身边 张三身体一震 望着许清 随后拿出烟袋 狠狠地吸了一大口 吐出烟雾后 她感慨万分 一息间 似乎在这烟雾里 看到了在七雪同时 那个跟随在队长身边 小心翼翼走来的少年 想不到啊 真的想不到 第729章主 歪 我 烟雾鸟鸟 张三在内看到了曾经的少年 许清在那烟雾里 看到了湿山雪海 而烟雾慢慢散去 二人目光对望 许清笑了 张三一样笑了 他将烟袋在地面上敲了敲 落下满地燃烧后的烟土灰 这一次 我帮你练什么 张三问道 许清挥手 将自己法剑小平取出 放在了张三的面前 这些年来 法剑他已经很少用了 应修为的提升 这法剑已成绩了 但许清不想放弃 所以这一次他找张三除了叙旧 还有就是想让其帮忙 将法剑进行一次大的改造 张三目光落在法剑上 不需要许清开口 透过小平去看 他就知道这法剑几乎没有被使用过 也明白了许清的想法 于是目中露出奇异之芒 大意 许清点头 张三顿时兴奋 搓了搓手 沉思一番 我一个人做不到 我需要将七血同第六封的那些老手艺人都喊来 也不够 还需要正法 许清 给你炼至大意 此时可能需要七血同全宗之力配合 如此才够 此时对别人来说极难 但对你而言 只需要一句话 而大意的动力源 才是关键 如能放入一个法宝 那就好了 如果能用神性生物的血肉 就更完美 张三说着 抽了一口烟 许清忽然取出一片羽毛 放在了张三的面前 这羽毛一出 其内神灵的浩瀚之威 在内轰然爆发 好在许清早有准备 所以波及不大 可依旧让四周模糊 出现扭曲 张三眼睛猛地睁大 口中的烟浆自身呛道 手里的烟袋都没拿稳 光当一声掉在地上 他整个人头皮都要裂开 心中百万天雷轰隆隆的炸裂 他见过神性生物的血肉 且不止一次 甚至居因血肉 他都见过 可这一片羽毛内蕴含的恐怖 是他这一生都没遇到过的 与其曾经比较 他以前看到的那些瞬间 都成为了垃圾 与这羽毛 好似萤火和浩月一般 这 这 张三颤抖 咕嗦起来 咳嗽了好久 无法置信地看着那两片羽毛 又艰难地抬头 这是神灵的血肉 举青平静开口 张三神情瞬间呆滞 半晌后 他默默捡起地上的烟袋 本能地吸了一大口 甚至用力过猛 一些火星飞出落在身上 儿的面色也飞速赤红 眼睛里血丝弥漫 呼吸急促无比 声音也都沙哑 带着坚定传出话语 足够了 许青 我一定给你设计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意 然后用这根羽毛作为驱动 我相信 这艘大意必定 许青迟疑 还是将其话语打断 张三师兄 我的意思是 你按照这羽毛的气息去设计大意 至于动力源 不是这片羽毛 张三茫然 看着许青 又看了看羽毛 接着他想到了队长的风格 进而 明白了 而这个明白 让他近乎实话 甚至许青离开了都没恢复过来 直至许久 他才长舒口气 心底对于自己之前意识到的答案 无尽地参数 羽毛都不配作为动力源 说明他们更多 而这种神灵的血肉若是一点点的话 获得的方法很多 但若拥有巨量 他们 莫非图了神 张三一个机灵 立刻将这念头压下 他很清楚 有些事情自己可以知道 而有些事情 知道也是不知道 此刻天色渐晚 离开张三哪里的许青 走在郡都的街头 他没有去刻意隐藏气息 但身上的波动 使得繁俗目中 无法形成他的身影 走在人群里 感受此地的熙熙攘攘 许青的心很平静 他看见了修士 看见了执剑者 看见了繁俗 甚至还看见了一脸不开心 眼神透着杀意巡逻的炎炎 炎炎的目中 看不见许青 他带着杀虐的情绪 从许青身边走过 许青凝望 半赏走了过去 从炎炎身边离去 而他离去后 炎炎的脚步忽然一顿 随后猛地转头看向四周 半赏 默默地低下头 直至时间流逝 夜色更浓 人群渐少 向着郡首扶走去的许青 脚步停顿下来 看向身后 他的身后摆帐外 蹲着一个人 可其姿态 好似一条狗 许青停顿的一刻 他也停了下来 目中露出疑惑 望着许青的方向 其瞳孔内 没有许青的身影 但他可以感知许青的气息 这是他的天赋 所以他虽然看不见 可还是一路跟随 直至此刻 他感受到那股气息 消失了 这让他的情绪低落 默默地蹲在哪里 如被遗弃 但在他的身边 许青站在哪里 望着眼前之人 此人 是小哑巴 许青早就感知到了对方 也一眼看出 其修为到了三团命火的程度 甚至法窍开的不少 距离第四团命火 只差两个 这种资质 放在任何一个宗门 都已经算是天骄中的天骄了 而其身上众多的伤势 也足以说明这一切 是他自己听杀出来 再加上他的天赋 能感知到别人感知不到之物 这一切就使得小哑巴 必定未来不俗 你随时可以升起天宫了 举青平静开口 他的话语回荡空旷的街头 小哑巴听到后身体一震 立刻跪拜下来 不断地磕头 每一下 都很用力 直至一股柔和之静将其扶起 小哑巴这才停下 他凭着感应 念向许青的方位 目中露出虫镜 抬起五根手指 许青看懂了 小哑巴这是在说 他要开五团命火 他要走许青走过的路 许青点头 他愿意看到七血童内 有人走在自己走过的路上 可这条路很艰难 于是许青沉吟后 转身离去 但却有一枚玉佩 凭空地出现在了小哑巴的面前 伴随着许青的声音 回荡在小哑巴的心神 你最后一个法鞘 可持此玉佩 去海师族岛屿在生死之间开启 如你成功点燃五团命火 形成天宫 那么可去行玉丝 做一个祖子 小哑巴身体一震 接住玉佩 用力地握住 抬头望着远处 他目中越发坚定 他崇拜许青 这些年始终如此 所以他想走许青的路 想要获得许青的认可 能跟随在其身边 尤其是 他感知到当初自己所看 在许青影子里的 那个可怕的存在 他如今更恐怖了 但却不那么可怕 因为他的目光 时刻望着许青 敬畏与哀求 是目光中蕴含的全部情绪 许青回到了郡守府 坐在阁楼内 望着夜空 四周很安静 风将他的马尾末端发丝 微微飘动 如他此刻的心一样 故人 似乎没那么多了 有些人 走着走着 就看不见了 许青闭上眼 这一天 他除了张三与小哑巴外 还看见了炎炎 炎炎 成为了执见者 许青没有与其见面 但他终于看出了炎炎病情的根源 在他的记忆里 炎炎的性格透着残虐 对自身如此 对敌人更如此 不断地虐杀 以及自虐 似乎才可以让他开心 曾经炎炎的奶奶 告知过许青 说炎炎病了 那个时候许青看不出答案 如今他知道了 炎炎 是他这些年所见过的人里 唯一一个身体内没有丝毫一直之辈 除了炎炎之外 其他人哪怕看似没有 可实际上是被清除 时间长了 还是会出现 与炎炎不一样 炎炎的身体 似乎从来就没有过一直 因为 他的一直 融入到了灵魂中 他的灵魂被严重地污染 这使得他癫狂 变态 自虐 且可以想象 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着他长大 会越来越疯癫 这也是其祖母溺爱的原因 他知道自己这个孙女 活不久 但经历了寄月之事后 在许青的墓中 炎炎被严重污染的灵魂 本身也具备了一丝神性的特质 所以 许青虽没见炎炎 但却将一片赤母的羽毛 融在了炎炎的灵魂中 给他留下一句话 让他尝试借助羽毛之力修行 他很适合修神 许青睁开眼 看向银黄州的方向 哪里有一座鬼地山 七爷在三天前离开了 去了鬼地山 因为老三在哪里修炼 与其一同在哪里修炼的 还有当初那个小男孩 思绪 随着风的吹过 不断地蔓延 许青想了很多往事 很多故人 比如青秋 他也在迎黄州 最终 许青遥望南黄州 风在这一刻 停顿下来 许青的思绪与目光 一同收回 淡淡开口 自从获得赤母血肉后 你就这么哀求地望着我 尤其是由林子被我师尊带走 你的目光更强烈 所以 你想吃 许青话语一出 月光下 他的影子立刻起了波澜 飞速地蔓延四周 从内生起一口漆黑的棺果 上面长满了眼睛 每一只眼睛 都透着敬畏于哀求之意 更有断断续续的情绪波动 在许青心中回荡 主 歪 我 吃吃 强 我 季线 神火 第730章无暗明空 神火 许青目光一宁 看向地面的影子 在他的目光中 影子颤抖了几下 小心翼翼地传递情绪波动 我 轰轰轰 许青沉默 他有点想念金刚宗老祖了 实在是影子这里的情绪波动 有时候可以被理解 但更多的时候很难被准确知晓含义 而神火这两个字太过敏感 按照许青在纪约大狱的理解 那是一种成神的必经之路 唯有将神火点燃 才算成神 如赤母 如神子 走的都是这条路 不过前者成功 后者神火最终没有彻底点燃 焚烧了自身 所以 从影子哪里听到神火二字后 许青内心波动 你可以形成神火 许青问了一句 影子先是点头 又是摇头 最终自己也都挤了 索性 轰轰轰 许青皱起眉头 沉吟后抬手将四周布置一番 随后取出一片赤母的血肉羽毛 望着羽毛 影子兴奋 在地面翻腾 仿佛将这阁楼的地砖化作了黑色的泥潭 察觉影子的情绪后 许青挥手将羽毛扔出 没等落地 影子迫不可待地从地面升起 张开大口瞬间就将羽毛吞噬 他的身躯如一个能吞噬一切的黑洞 眨眼间羽毛就不见踪迹 而影子也在这一刻剧烈颤抖 不断地向外膨胀开来 许青全程关注 直至半个时辰后 影子的波动慢慢减少 最终平稳下来 从八方收缩回到许青脚下时 其内传出影子无比渴望的情绪 好吃 吞 药 许青目中露出思索 查看了一下自己剩下的赤母血肉后 他忍着心疼 取出拳头大小的一块 这么一大块 立刻就让影子哪里兴奋到了极致 从地面形成一道道影次 不断上下起伏 兼所有的眼睛里都露出激动 更有大口张开 传出吞咽口水的声音 甚至为了吃下这块肉 影子还形成一条影尾 在地面摆出摇晃的样子 如小狗一样 也不知这是他从曾经夺赦的 哪个仁意识里看到的知识 作用还是有的 取清扫了眼地面摇晃的影尾 将手里的血肉扔给了影子 刹那间 所有的影次直奔血肉而去 顷刻将其笼罩 紧接着吞咽之声回荡 影子的波动更是超出之前 如沸腾一般 正在爆发 但显然这么一大块 对他而言有些难以承受 所以很快他的身躯不稳 直至轰的一声 影子的身躯直接崩溃 如摔在地上的墨台 四分五裂 成了数百份 被吞下去的赤母血肉 也从其体内脱落出来 可眨眼间 碎成数百份的影子 如一条条饥饿的野狗 与八方向着血肉飞速汇聚 再次笼罩 继续吞噬 又继续崩溃 就这样周而复始 影子的执着在这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直至远处天目为亮 在经历了一夜之后 影子不知碎裂了多少次 终于将那块血肉一点点地吞了下去 身躯勉强维持 不再碎裂 而他的心 还不满足 此刻一边保持身躯不裂 一边努力向着许青散出讨好的情绪波动 主 乖 我 要 吞了一整块 也没什么变化 要你何用 许青冷声开口 他觉得影子这里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是可以变化 但却故意压制 这个猜测 让许青心底不悦 于是就要催发紫色水晶 看看能不能将影子吞下之物给砸出来 同时威慑一下 察觉许青身上出现紫光 影子顿时嘟索 飞快地散出求饶的情绪 不要 不吃 禁区 可以 许青没理会 直接镇压 瞬间紫光从许青体内散出 落在影子身上 哀嚎传出 影子崩溃 那快被吃了一半的血肉掉了出来 许青抬手隔空抓起 影子站抖 眼巴巴地望着许青将自己的食物拿走 他明显极了 环绕许青飞速转动 形成一个黑色的漩涡 吞 吞 轰轰轰我 强大 有用 影子赶紧表达 许青冷眼看去 不需要额外的血肉了 不 禁区 可 影子小心翼翼地传递情绪 许青没有继续开口 他回忆影子之前的几次攀升 都是与一直有关 而一直这里除了血肉上存在外 任何一个禁区 都有不少 于是出于对影子晋升的需求 以及对其所说神火二字的猜测 许青身体刹那间消失在了阁楼内 出现时已在郡兜之外 他身影没有半点停顿 显露后向前一步走去 大地在其脚下似乎缩小 每一步落下 都是一大片区域 规则与法则 在灵藏修士的身上 已经可以初步体现出来 就这样 一个时辰后 许青已离开了郡兜地界 出现在了灵境之州 此州名为灵土 是封海郡内最小的一个州 因其内存在多处灵土禁区而得名 此灵不是灵气之意 而是亡灵 那片禁区 是亡灵于诡异的乐园 寻常修士踏入边缘还好 若是进入深处 久死一生 唯有修为到了原因后 配合一定的运气 才有生还的可能 更是鬼房之州的必经之路 许青来到这里时 就看到了鬼房之州 虽如今天色还是白日 但远处黑云弥漫 苍穹渐渐漆黑 一片雾起翻腾将天幕笼罩 使得光芒渐少 阴冷之意蔓延八方 一艘破败巨大的鬼州 在那雾气里若隐若现 正在苍穹前行 凝望这鬼房之州 许青神色如常 他已不是当年的修为 更不是当年的身份 身为郡守 在这封海郡内 他有气运可以调动 对于这艘曾作博的鬼州 也没有太多探寻地好奇 而那艘鬼州 也对许青送出了尊重 在察觉许青的身影后 鬼州的雾气凝固 此州上升腾大量鬼影 漂浮在外 向着许青这里一拜 许青点头 与其交错而过 前往领土禁区 他身影远去后 天目雾气再次翻腾 鬼州继续前行 很快消失 而苍穹也重新明亮 一炷香后 随着许青的前行 一处领土禁区摇摇在目 整个领土州 一共存在了13处领土禁区 每一处都很是古老 经历了无尽岁月 根据点击记录 它形成在东圣人皇的时代 原本是领土禁地 但后世出现变化 一夜之间 禁地崩溃 化作了13份 成为了禁区 至于原因 没有记录在任何点击里 不过根据诸丝马基 有人分析这里 或许曾发生过神战 但真相如何 已埋在在了历史中 此刻出现在许青面前的 这一处禁区 范围与南黄州拾荒者营地的禁区差不多 远远看去 这是一片黑色的丛林 其内草木都是黑色 散出枯败之意 更有浓郁的意志在内蔓延 形成黑雾笼罩在禁区之上 同时阵阵可以被灵魂感知的咆哮 时刻于禁区深处回荡 甚至距离近了 肉眼就可看到一些骷髅的身影 在丛林中游走 还有各种诡异 也在内出没 比如眼下 许青站在禁区外 他清晰地看到禁区里站着一个老玉 这老玉身穿兽衣 面色惨白 正冲着许青笑 笑容很大 露出了黑色的牙齿 更有浓浓的湿臭从其身上散开 蔓延四周 许青神色如常 对于诡异 他一路走到今天 已经见到了太多太多 没什么出奇的 都是影子食物罢了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若还不能晋升 那么就不需要你了 许青平静开口 脚下的影子嘟索 传出坚定的情绪波动后 立刻就顺着许青脚下向着禁区蔓延 而影子出现的一瞬 之前一直盯着许青笑的那德老玉 神色直接大变 好似看见了天敌一般 急速转身 打算逃之夭夭 可还是慢了 影子的蔓延速度更快 眨眼间就冲入禁区追上 从其身影覆盖而过后 这老玉立刻融化 消失在了影子上 而影子没有停顿 一边传出咀嚼之声 一边全力以赴向着八方扩散 许青没有跟随 他站在禁区外 借助于影子之间明明的联系 感知影子的每一步行动 渐渐他表情露出奇异 慢慢化作了惊讶 最终心神一阵 他在干什么 在许青的感知中 这一次影子的蔓延范围 彻底超出了以往 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他竟蔓延了整个禁区 而就在禁区被其覆盖的瞬间 这片禁区竟在许青的面前 逐渐的模糊 仿佛正在被吞噬 许青很快确定 这片禁区不是仿佛被吞噬 而是真的在被吞噬 它越来越淡 越来越模糊 边缘的位置已经完全消失 直至一天后 许青震撼地望着前方 哪里空空荡荡 禁区消失了 从此之后 领土周不再是十三禁区 而是永恒的少了一个 它被影子吞噬 而在那空旷的大地上 泥土灰色 没有生机之意 也没有死亡的气息 那片灰色 如同世界的底色 在这底色之上 是一团不断蠕动的黑影 阵阵如神灵般的泥南 正从黑影内传出 回荡天地 三元养育 九七部画五尘行脏 七星作鞘 众生浑头去顶三尺星光 大药物暗明空 第七百三十一张风海峻钓鱼 这声音语钓时而高昂 时而低音 时而急奏 时而缓慢 组合在一起后 就使得这句话充满了诡异之感 而其本身也的确蕴含了诡异 传开的一刻 苍穹色变 大地轰鸣 生长在禁区外的草木 都在碎裂 其波及范围更是庞大 虽因禁区的存在 这片区域人烟稀少 但虫兽不缺 这些生活在禁区外的虫兽 受禁区改变 被一直不同程度的影响 生命变异 更为顽强 可如今在这泥南之声的覆盖下 一个个开始发狂 放眼看去 各种各类数不清的虫兽 纷纷从地面从八方涌现 环绕在了许青四周 口中传出思鸣 密密麻麻触目惊心 许青神色如常 目光从四周这些虫兽上扫过 在他们身上 许青感受到了被控制的痕迹 那是影子的能力之一 只不过如今范围更大 可以控制的数量更多 最重要的是 不再局限于影子融入 凭着那男之声 就能操控 吞噬禁区 声音操控 许青一起眼 望着前方灰色大地上 那团不断蠕动的黑影 此刻随着时间流逝 黑影蠕动的速度也缓慢了不少 似乎渐渐要平稳下来 其形态也慢慢稳定 好似一个头颅 而在这头颅的眉心位置 哪里虽漆黑 但依稀可见存在了一个图腾 这图腾的形状 竟与之前被影子吞噬的禁区 一模一样 不是图腾 这是 许青内心移动 宁神仔细观察影子眉心 很快他就确定了之前的猜测 眉心之物 的确不是图腾 那是禁区 被影子吞噬的禁区 他出现在了影子的眉心内 与其成为了一体 这个发现 让许青心地更为奇异 而更让他瞳孔收缩的 是在这缩小了无数倍的禁区里 其中心之处 哪里藏着一棵与众不同之树 那是影子曾经展现出的第一种形态 一棵巨大的影树 树上吊着一口悬空的棺果 此棺果正是影子的第二形态 此刻 这棺果正在摇晃 如同一个巨大的摆中 其内还有指甲划过木板的刺耳之声 以及回荡在八方的泥南 无暗名空灵机身至魂缺神声 星光坠灭众生听令 最后一个字传出的瞬间 一股磅隔如海般的灵魂之力 从这棺果内猛地爆发开来 目标正是许青 许青神色没有任何变化 站在哪里冷冷地看着那团影子 双目漆黑 独径生腾 而这股庞大的灵魂之力 在许青的目光下 生生停顿在了他一仗之外 扭曲了四周 出现挣扎 似本能地生起恶意 但又本能地不敢继续 直至许青冷哼一声 那恐怖的灵魂之力顿时波动 向着上方苍穹轰然散开 影响了天幕 汇聚了云层 摆出了三个大字 主好人 紧接着讨好的情绪 从黑影内散出 主 歪 我 许青望着影子 他算是看出来了 影子泥南的话正常 可若想要开口 就会这般 似乎境界地成长 与其说话的能力不成正比 不过眼下许青也懒得去对其敲打 他更关心的是影子之前表达的神火 神火呢 许青平静开口 影子闻言 其上裂开一张大口 向外猛地一吼 即 这个字传出的瞬间 许青四周那些被影子控制而来 密密麻麻地重授 齐齐一颤 紧接着一个个相互凶狠的吞噬撕咬 各自发出凄厉的哀嚎惨叫 更有一些 是自己吞噬自己 在这自残中声音凄惨 可他们的行为 没有停顿半点 越是凄厉 就越是撕咬的凶狠 也就是十几席的时间 许青四周所有重授 全部死亡 如自己寄现 这一幕 让许青神色一宁 与此同时 一片片褐色的光点 从这些虫受尸骸上飘起 直奔影子哪里飞去 这些光点给许青的感觉 与纪约大玉的众生之力有些相似 但似乎本质也有不同 因为肉眼去看 无法看见 即便是修为感应 也难以察觉 只有许青的双目蕴含毒镜 才可以看清这些 他们很快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褐色的光团 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小 本身明暗闪耀 时而向外膨胀 时而急速收缩 似乎极不稳定 更为惊人的 是他的出现 引动了天幕 云雾飞速漆黑 雷鸣瞬间传来 一道道闪电在内游走 四倍吸引 向外蔓延 而影子情绪带着更强烈的讨好 向着那褐色的光团吹了口气 顿时这光团直奔许青而来 漂浮在了许青面前 苍穹雷霆 随着光团的飘动 其其转动 对其锁定 许青皱起眉头 他看不出这是什么 但本能的感觉到了危险 似乎全身的血肉 都在这一刻具备了独立的意识 都在向他尖叫 告知此物无比凶险 许青看像影子 影子幻化出尾巴摇晃 更是伸出一条黑色的舌头 也在摇晃 好似小狗一般 还冲着许青不断地点头 主 计 主 好 神火 许青沉吟 他对影子并不信任 而直觉的危险 让他对于那褐色光团很是警惕 于是退后几步 当要抬手 许青觉得还是不够安全 于是一连退出数百丈 这才抬起右手 向着褐色光团轻轻一挥 这一挥之下 那褐色的光团顺时向着远处飘去 直至飘出很远 苍穹雷霆汇聚到了一定程度 好似颈喷一般 骤然爆发 瞬息 无数闪电从天而降 如同雷雨 向着那的光团呼啸而去 眨眼间就轰在上面 雷霆落下的一刹 这本就不稳的光团 顿时爆开 一片恐怖的雷火 在内滔天爆发 更有一抹神性隐含 形成了惊天动地的风暴 向着八方轰隆隆的横扫 所过之处 一切极灭 其内蕴含之力 棒果至极 哪怕许清的修为 也都心神一阵 飞速后退 但还是有所晚了 哪怕他足够谨慎 已经距离很远 但这褐色光团爆发之势 太过凶猛 刹那间 许清被剥挤 褐色光团崩溃形成的风暴 向他扑面而来 许清全身闪耀 第一神灵太骤然形成 倒退了数百丈远 这才将其抵消 而他的前方 万丈范围的大地 随着褐色光团的消失 风暴消散 哪里出现了深不见底的大坑 望着这一幕 许清心有余悸 至于影子哪里 不知用什么方法隐移 躲避了伤害 此刻重新浮现在地面上 毫发无损 向着许清传递讨好中 带着得意的情绪波动 立 我 牛 许清面色难看 这是神火 影子赶紧点头 眼看许清目光不善 他又飞速摇头 想要表达可又不知如何描述 渐渐着急 最终知能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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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 别轰了 许清声音冰冷 影子哪里有些萌 不知自己怎么又招惹了许清 于是委屈起来 感受到影子的委屈 许清叹了口气 心底更想念金刚宗老祖了 而他此刻也终于明白影子为何描述神火时 要发出轰轰轰轰之音 方才 核色光团的爆开 可不就是轰轰轰吗 许清看了看影子 打消了继续问寻的想法 身体一晃直奔前方核色光团爆开之地 在这里只需探查 之前爆开的一瞬 那光团层散出神性 许清漂浮在地坑中 触摸了一下四周的泥土 目露思索 又抬头看向苍穹此刻消散的雷云 渐渐一个猜测 在他心中形成 此物更像是一种禁忌的燃料 本身不稳定 可引雷 且哪怕雷霆不降临 大风吹去 大概率也会爆开 指甲盖大小的一块 就散发出这般恐怖之力 那么有没有可能 此物是点燃神火的燃料 这个想法在许清脑海萌生的一刻 他目中露出金芒 想到了影子获取这种燃料的方式 寄线 我所了解的神灵 对于寄线都有需求 难道说 这就是神灵喜欢被寄线的原因 许清不知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 可对于影子这一次提升后 竟可以去主动寄线之事 波澜不小 先是控制 然后强行去寄线 许清看向影子 影子散出得意的情绪 我 有 用 许清难以反驳 影子这一次提升 变化太大 无论是吞了禁区 还是声音控制 直至最终的向自己寄线 这一切 都绝非寻常 那是神灵的能力 那么他 到底是什么 许清眯起眼 将这个思绪压下 淡淡开口 滚回来 影子闻眼 立刻开心 飞速地蔓延回到许清的脚下 重新化作他的影子 许清收回目光 不再开口 身体一晃升空 向着风海峻都回归 此刻阳光正浓 许清在天空飞行 影子在大地前行 越来越大 与许清的身躯不成正比 最终化作了数千丈大小 其内眉心静躯模糊 两边睁开两排血色双眼 嘴角更是裂开 传出无声的笑 如同魔神 若有人看见 必定对这一幕惊心不已 因为许清 就是那个养魔神的人 时间流逝 有些事情 该来终究还是会来 风海峻一系列的备战 其根本的原因 就是七皇子以及天蓝王 他们如同利刃 悬在风海峻修士的头顶 许清曾想过 道出一切 安抚人心 但七爷与姚侯都委婉地阻止 他们 再下一盘大棋 这盘棋 虽他们没明说 但许清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早已看出了究竟 七爷和姚侯 在钓鱼 今天 第一条鱼 上钩了 从黑天族前线传来消息 五批前往战场的风海峻修士 在经历了数次九死一生的战争任务后 并非全部死亡 还有一万多人活着 五百万风海修士 只有这一万多人存活 他们经历了多次生死 经历了痛苦与折磨 最终被当成了弃子 孔祥龙以及一些执舰者 都在其中 而他们艰难地逃了出来 没有选择回归天蓝王大军 而是离开了战场 他们想要回风海峻 此事透着奇异 不符合逻辑 本身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 似有一双黑手在背后不弄 推动这些幸存者的脚步 去走指定的道路 可无论如何 传到风海峻的消息里 包含了一枚流影预检 里面清晰地记录了 他们疲惫不堪的身影 而他们在路上 也遇到了天蓝王轻微的追击 罪名无法辩解 临阵逃脱 如今 被困在一处绝地 只能等死 风海峻 将面临一场抉择 对于这些幸存者 就还是不救 如何处理 如何宣告 若救 那么救等于是做十个态度 若不救 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制裁 风海峻人心将散 所以 郑凯义 姚天燕 你们两个 会如何选择呢 七皇子所在皇都内 原八宗联盟总盟陈阳子 在一张空空的棋盘上 落下了第一子 按照我对你们行事风格的判断 你们是一定会去救的 可万里迢迢去救这些人 寻常之辈没有作用 去的人一定是强者 也必须是强者 一个怕事不够 那么去的人里 会不会有子玄呢 如果有 那么这请君入望 既简单又顺利 陈阳子笑了笑 对于这围点打员 他其实不是很在乎 如果子玄在 自然最好 若子玄不在 那么此季就是调虎离山 整个封海郡 唯有郑凯义以及姚侯二人 我打不过 他们必定会有一人外出 不然的话 救援不足 还有那两具傀儡 我也有应对之法 陈阳子没露其代 抬头看向封海郡的方向 他自然不会草率地 直接走入封海郡 但七皇子的任务也要完成 不过这对他而言不难 围点打员 请君入望 调虎离山 这三招容于一体 如何转动 如何变化 他都有应对之法 掌控尤星 而在陈阳子 看向封海郡的方向时 封海郡都 郡守府阁楼上 许清与七爷以及姚侯 站在哪里 也在遥望七皇子 所在的元天丰国皇都 许清 你怎么看 七爷淡淡开口 师尊 于二上勾了 许清轻声道 七爷闻言 哈哈一笑 满目都是欣赏 所以 你去还是我去 姚侯看向七爷 你去吧 我再等等 看看对方第二招是什么 不然一起出去 对方会怀疑太过顺利 记得带上傀儡 莫要大意 七爷望着姚侯 姚侯点头 身为封海郡园高层中唯一的元老 他行事自有分寸 于是向前一步走出 下一瞬消失在了阁楼内 很快 凤行宫与执剑公公主 还有各宗一邪宗主 随着摇猴外出 滑破天际而去 至于七爷 在数日后 也得到了他所等待的第二招 封海郡内 多个宗门 突然叛乱 这些宗门分散在各个州 同一时间爆发 散播谣言 霍乱四方 大有星星之火燎源之势 不仅如此 近海上不少一族也突然发兵 从丰海郡多个海岸线登陆 出兵包括迎黄州在内的数州 不仅如此 南黄州的七雪同港口外 也出现了大量近海一族 更有归需强者 大军压去 一时之间 丰海郡内人心惶惶 战乱四一下子就爆发开来 面对如此危机 大量的直舰者外出 七爷更是选择了亲自带队 前往镇压 而他和姚侯的相继离开 使得郡都这里 前所未有的空虚起来 这种空虚 被一双隐藏在棋盘后的眼睛凝望 有些过于顺利 陈阳子落下第二子 目中露出陈寅 半晌后 落下了第三子